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新宇 今天的气质的艺术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盘中韩对局 对局的双方可以说是中韩的顶尖人物 也是中韩的等级分的第一位 十月对阵朴廷华 这两位棋手都在各自的国家等级分排在第一 可以说是典型的强强碰撞 这盘棋是在第四届朝三地产杯 中韩对抗赛中的第二轮的一盘棋 也是最重要的一盘棋 因为这盘棋是双方的主将之战 主将之战 那么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棋局至此已经进入了中盘 已经进入中盘 局面当然还是难解难分 那么现在黑棋先猜忆 对白棋两个子施加压力 那么白棋十月也是跳补 跳补一手 这个白棋补并不是说就是单纯的补活自己 同时也瞄着对黑棋的反击 对此呢 这个朴棋华呢下得也很强异 如果说只是简单的啊 自己这里有毛病啊 就简单的补的话呢 那么这样落了后手 被白棋抢占到这个上方的这个要点的话呢 这个黑棋的形势啊 并不容乐观 因为白棋这个全局一下子定型了的话呢 白棋的实地还是 就是非常的可观啊 非常的可观 这个黑棋呢 这个由于局面的原因啊 不允许这样呢 这个悠闲的这个新棋 所以呢 黑棋一定要这个抢占了这个最后的大厂 才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全局最后的明显的一个大厂 这个是不容错过的啊 那么 当然白棋这个跳 也不是说这个就是轻轻松松的 白棋跳这个呢 也瞄着对黑棋的这个伏击 那么是什么伏击呢 那就是白棋的这一挖 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紧凑的一手 注意在这个时候呢 白棋不能单断 白棋不能单断 如果单断的话呢 那么黑棋打出来 这样呢 你已经把这个上面呢 给这个 让白这三个子啊 已经是碰伤了 同时呢 这个也把自己呢 给走中了 那你再从这里再挖打出来的话呢 那么黑棋这个下面 它就会放弃一些 给你 由于你这个 这里也受了伤 这两个子也中 你这里再破它一点木树呢 这个不行 所以白棋呢不能先断 那么白棋要走的呢 是先挖 这个是抢手 那么挖的时候呢 黑棋也无法退让 如果说黑棋这样在推让的话 补这个断点 那么被白棋藏出来 这里的木树全部建了 而这边呢 白棋并没有任何的损失 同时黑棋整块棋 还是呢 这个 孤起 这个肯定呢 这个 不怕啊 这个 这个黑棋啊 肯定是 不能满意的 那么所以黑棋呢 也得必须硬着头皮呢 反击打吃 那么白棋 再一断吃 这就变成决先了 然后再一退 这一瞬间呢 就把黑棋这五个子 给卷进去 当然黑棋敢这么行棋 也是呢 有所准备的 虽然你把我这五个子啊 这个是卷进去了 但是呢 很明显 这里的味道还是很多 黑棋啊 还是呢 大有文章呢 可做 大有文章可做 那么 这时候呢 黑棋首先拖 这个是好棋 这个是好次序啊 大家注意 这一拖呢 这个白棋呢 得小心 首先呢 是不能搬 那么白棋 如果搬的话 那么黑棋 这个脚上呢 就可以夹了 这个夹呢 是个比较 这个明显的 这个弱点 白棋 只能顶 黑棋再叫吃 白棋打 黑棋提 白棋张上 这个是黑棋的 可以说是先手权力 那么有了这个交换以后呢 黑棋就会获得 这个顶的先手 白棋也只能张上 那么这样黑棋 很简单的 就局部呢 近活 很简单的 这个就局部近活 这个呢 白棋是 无功而返 这个就显得呢 没有什么意义了 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呢 当拖的时候呢 白棋啊 它走着呢 是退 这几个子我们没拿掉啊 我们实际上呢 那么这个退呢 也就防止了 你这个加的手段 加的手段 我们再看 我们把它摆回去 就说你加 现在加的话呢 白棋就不怕 由于你这个顶变成了后手 和刚才不一样 刚才顶是先手 那么呢 白棋就可以 点杀黑棋 这样呢 黑棋就只能 做一个 打结火 打结火的话呢 黑棋当然是不行 而且白棋本身这里还有非常舒服的结材 还有非常舒服的结材 这样呢 黑棋呢 就不行 所以 当白棋 退的时候 黑棋呢 得另想造法 不能加了 那么不能加呢 这时候黑棋呢 当然他也准备了这个好手 那就是什么呢 点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钥匙 这是什么钥匙 这个呢 白棋呢 不能轻举弯度 白棋不能轻举弯度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不能顶 如果顶的话呢 这个自身的气啊 太短了 等你轻轻 先尝一个 这样的呢 白棋的这个气啊 太短了 这个黑棋 这个还是先手 在里面 做个眼的话 这个白棋啊 由于 自身没有眼 这个呢 无法呢 杀黑棋 同黑棋 这个对杀呢 是一个典型的黑棋呢 有眼 杀无眼的这个棋型 这个肯定是 白棋呢 这个不行 所以当点的时候啊 这个呢 白棋 那么只能呢 粘上 尽量呢 保证这个自己的气 啊 处于一个呢 最长的状态 最长的状态 那么 那么 黑棋这时候 在爬 搬 黑棋呢 先搬一下 搬一下呢 是 这个 一路 多个搬呢 是长气 啊 它的目的是为了长气 因为黑棋做活呢 是不可能做活了 白棋退 然后黑棋呢 在一小间 和白棋呢 这个进行呢 杀气 啊 现在局面呢 就是变得呢 呃 非常的这个复杂 白棋呢 等于现在有 两条路呢 可以选择啊 可以选择 这白棋呢 它可以和黑棋 脚上杀气 也可以和黑棋呢 外面杀气 那么应该和哪一块杀气呢 其实呢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这个明确的啊 比较明确的 因为脚上呢 黑棋是有眼的 你和他杀呢 是白棋呢 要紧攻气 啊 这个属于是 有眼杀无眼的状态 那么所以白棋一定呢 就是呢 肯定会与黑棋外面这块棋呢 进行这个杀气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白棋这时候 杀气第一步立 啊 这个是好气 嗯 因为这地方被斑脏的话呢 有可能呢 这个白棋的气啊 就被人家呢 先手紧住了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也只能耐着性子 按部就斑的 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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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里杀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呢 呃 简单的看一下 普通的 会想呢 杀气就是说 哎 不能让人家粘上 哎 挖 这个是 最普通的想法啊 这个也是常用的呢 紧气手段 打车 那么我再立 你呢 你打车啊 我再开始收气 这个是普通的 那么提 现在明显 哎 逐渐就 明朗化啊 这个要出现一个结真了 走这个 白棋紧气 黑棋走这个呢 白棋就紧口气 由于这个结太重啊 不能打 那么呢 这样的话呢 白棋紧气 哎 打车 黑棋走 这样呢 形成一个啊 紧气结 白棋先踢结 同时呢 这个 白棋这边也有结材啊 就是结呢 白棋是能够打得赢 啊 白棋呢 但是呢 呃 黑棋在这一带 也有非常多的结材啊 即使打输了 由于 在紧气的过程中啊 这个 黑棋 已经掏掉了白棋一个脚 从此自己 还活出了一个天幕啊 这个呢 实际上呢 是 黑棋可以通过气质呢 这个 便宜了 白棋呢 反而是亏了啊 因为白棋本来这个脚上就有十多木棋 现在全吃掉呢 也就是二十 四木棋左右啊 你亏了十多木棋 再加上这个已经亏了二十木 它成了木 是吧 一来一去二十木 你才 你也才吃了二十多木 再被人家外面走两手呢 这肯定是不行的 啊 是亏了 所以黑棋呢 如果 单纯的啊 按普通的 按部就班的景气呢 是不行的 而白棋是不行的 那么白棋在这里呢 就要想办法啊 这时候白棋先加一个好棋 在这个之前呢 先利用一下 黑棋呢 要立下来 因为你这个说回去呢 白棋以后班呢 有可能呢 长气 啊 长气 因为这个张上以后呢 你就算从后面收 它一张上以后 这外面还是有伤气 所以呢 它有可能呢 长气 所以黑棋要立 不能让白棋呢 在这里长气 那么呢 白棋这两下呢 就便宜了 因为以后这里一收气 一旦被黑棋 把这两个 从这里收气的话呢 你再加呢 就加不到了 你再加它就糊住了 啊 所以呢 先加一下啊 这个是还是很机敏的 然后呢 再挖 白棋叫吃 黑棋叫吃 白棋立 白棋立 黑棋打吃 这时候呢 看似呢 平淡无奇 又要回到我们 刚才啊 所说的这个 一条这个老路上去了 老路上去了 白棋通过收黑棋的气 在局部呢 形成一个打结 然后呢 黑棋通过气质 能够在外面连走两手 那么呢 这个整体的结果 是黑棋便宜了 黑棋便宜了 那么如果局面只是按照这样的进行的话呢 那白棋显然是失败了 那么白棋如果失败的话呢 那么肯定他当初就不会呢 做这样的选择 不过在这时候 不过在这时候啊 以力大注冲的十月 其实早就隐藏了这个局部的妙手 我们来看看是哪一部 当白棋立完黑棋打吃的时候啊 白棋没有按部就班的去收气 在这个时候 白棋有紧注黑棋气的妙手 这部棋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 气质的收气的妙手 那就是走在哪呢 吃 往这里面送 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手气啊 这漂亮的手镜 这个在对沙当中啊 这个是气三子 这个是妙手 黑棋必须提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白棋再点进来 再点进来 这样大家一看 可能就哇 恍然大悟了 现在明显 结没有了 而这个子呢 也是一个什么呢 断头 断头的这个 那么呢 这个就是说呢 黑棋 这个气呢 并没有藏出来 并没有藏出来 反而呢 被白棋呢 紧注了 那么和刚才的气一模一样的话 但是呢 就少了一个什么呢 打结的变化 等于这个子 本来应该在这了 现在挪到这里了啊 挪到这里了呢 反而呢 就是说呢 自警了一气 可以说呢 白棋啊 石月在这里计算精准 就是说呢 通过一个妙手的气质 收气 收气 又把这个局部呢 就禁杀了这个黑棋 那么如果说这个是气质小妙手的话呢 但是作为直黑的朴丁环来说呢 心中呢 有一个呢 更大的这个气质的变化 他就是说呢 干脆把整块棋 给气掉 给气掉 我们在对局的时候 当然我们无法问这个对局者啊 就是说 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朴丁环看没看见 石月的这个气质收气的妙手 但是呢 他呢 肯定是心中早已计划好呢 这个大的这个气质作战 就是说 我虽然 这一串被你吃了 但是呢 我通过这个收气 把你这个脚也全部 就是说呢 夺掉了 自己呢 还成了一些木 在这里呢 也有不少收获 同时呢 通过气质 我依然呢 能够抢得呢 这个先手 他认为呢 还是值得的 那么 接下来呢 黑棋 在这里 收气 是吧 白棋 装上 黑棋就收气 现在呢 就几乎呢 没有什么 太多的变化 白棋呢 打车 黑棋装上 白棋也只有按部就班的收气 大家现在都 耐着性子 耐着性子 然后呢 黑棋啊 在这个死掉之前 也很细腻的 小间 这个是 确实是非常细腻 现在这个 黑棋呢 这里剩三棋 是吧 因为这个沾上没有意义 是吧 你沾上的话呢 它收气 也是三棋 还是三棋 是吧 但你如果 沾在这里呢 白棋就会收到这里 射别人去了 那么这个呢 先手就没了 如果你再去收气 当它走这个的时候 你这个就来不及了 就来不及了 这样它可能呢 让你跑回去四个子 而让你在这边呢 收气就变成后手 因为这个收气 这两步棋 还是很有价值 从这里渡过 渡过的话呢 这个外面就没有余位 如果没有渡过的话呢 那么白棋 由于这里加了 当初便宜了一下呢 这里有跳 有尖 等呢 先手的这个借用 所以黑棋这时候小尖 先不紧气 先尖这个 是好时机 这个过程的次序 是非常的细腻 大家呢 也要好好学习 然后紧完这口气以后呢 这个白棋也非常机敏 普通来说就拐一个 但是这时候呢 白棋也跟着黑棋一样 也是下得非常的细腻 先断一下 哎呀 这个也是一个双方在局部啊 可以说是下的都是非常的精细 这个体现出现在年轻人呢 这个战斗能力 计算能力啊 是非常的这个强 啊 非常的强 因为你 这个硬 虽然是必然的 但是通过这个收器以后啊 这个器都收完了以后呢 那么 白棋这个外面就没有任何借用啊 你走什么都是后手啊 就走这个也是后手 走这个也是后手 它呢 因为已经呢 就是说呢 是连通了 就没有用了 而你在这个时候呢 哎 我先断着一下呢 在局部呢 就有一些小的便宜 小的便宜啊 以后根据情况呢 随时呢 这个白棋以后就有这个呢 打吃出来的借用 啊 打吃出来的借用 等于呢 我打吃 你退的话 它就跟着往外冲 是吧 这里要打 如果你走呢 那么我多了这一打吃啊 这一袋明显味道很坏 那么如果你提一个呢 白棋以后啊 还有这些加的这些借用 也就是说呢 有了这两个以后 有了这个断的交换以后呢 哎 在这个局部以后 会多出呢 很多借用 而没有的话 你再走的话 黑棋这个就跟着硬了 这个都是后手了 啊 这个度过以后都是后手了 就没有用 所以白棋这里呢 下的也是 非常的这个细腻啊 细腻 当黑棋尖的时候 白棋抓住机会 断一个 当然这时候 黑棋也不肯爬过去啊 虽然你能活 但是这个被唬了以后 这个肯定是不行 这里是沧海商田了啊 而且这个搅上以后 被打吃 还没有这个活 这个肯定 黑棋也不能转换 那么大 然后呢 白棋再走啊 这两步棋 黑棋尖的时机 和白棋断的时机 都说 可以说呢 是非常的这个好啊 也是非常的这个 下的非常的这个漂亮 那么接下来呢 然后黑棋收气啊 这个大家只能耐着性子 按部就班的呢 开始收气了 然后白棋收气啊 白棋虽然现在虽然可以打一下啊 这个黑棋还得提 但是这个 只是啊 这个 随手的过瘾 因为这个打完以后 虽然黑棋要跟着硬 但是呢 这个不知不觉中呢 自己把自己气钻紧了 那你再收气 被他一走的话呢 这个就死了 所以这个不能走 那么 白棋收 黑棋紧住 白棋的 吃点 那么呢 那么呢 这边的战斗啊 就是说 可以说是告一段落啊 告一段落 那么 呃 这个 走完了以后呢 我们呢 还是得 结账啊 结账 那么 也看看这个得失啊 看看得失 嗯 不知道大家脑海里还有没有当初的这个棋行啊 这个回想一下 白棋把黑棋断开了以后啊 断开了以后 白棋在这边把黑棋全部吃掉了 那么吃掉了得了多少呢 嗯 就是说 大家看看 这以后要提 因为这里面白棋当初送过三颗子 那么要剪掉三目 那么提掉以后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二十二目 二十三目 剪掉三目 这白棋吃了黑棋 二十目棋 当然外面 还有一些 有一些所得啊 加上厚位 加上这个提掉了非常厚啊 这个呢 应该呢 有二十五目以上啊 不到三十目棋的收获啊 这个是白棋的所得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呢 这个尖顶呢 就暂时不能算作利益啊 因为本来白棋这里都没纸的啊 这个不能算作利益 那么黑棋的利益呢 就是在这里 那么这个打吃是先手 那么这个脚上呢 以后它冲 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 包括这个外面呢 九十啊 甚至于提掉这颗纸 至少呢 也有十一二目棋的这个收获 还要记住一点的就是白棋当初 不能说黑棋得了十一样吗 白棋得了二十五目 二十五目啊 白棋比黑棋白多十五目 还加上点厚位 但是呢 要考虑到这个当初白棋这个脚上 即使黑棋搬白棋退 黑棋爬了 脏上白棋脏上 那么白棋脚上这个搬脏是有的 至少呢 也有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目啊 也有呢十二三目的脚 不见了 也就是说白棋少了十二三目 黑棋再多十二三目 实际上这黑棋在这个局部 也是呢 有二十五目的收入 啊 也得到了二十五目 和白棋的这个目数呢 可以说呢 是 嗯 差不多的啊 得失呢 是差不多的 但关键的一点是 白棋落了个后手 啊 落了个后手 也就是说 木树相等的话 白棋落了个后手 稍微得了一点点外势 啊 稍微得了一点点外势 但是这个外势啊 显然呢 没有呢 太大的用处 因为黑棋得到了先手以后 抢到了宝贵的先手以后呢 哎 再 很好的 跳起来 跳起来以后呢 对白棋的这个外势 甚至于这个外势 都起到了呢 这个 限制的作用 啊 限制的作用 这个棋呢 呃 总体啊 我们 规算下来呢 可以说 应该说是这个棋啊 就是说呢 呃 我们认为啊 白棋 从发动对黑棋的冲击开始 到这个战斗告一段落 这个呢 是呃 白棋呢 反而呢 是吃亏了 啊 反而呢 就是说是吃亏了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非常的这个精彩啊 非常的精彩 黑白双方呢 都是下得非常的精细 在局部战斗中呢 可以说呢 是发挥到呢 这个极致啊 发挥到极致啊 呃 参考这个图啊 我们再 简单的啊 大家 看看这个图 这是结果图啊 实战进行结果图 那么在简单的 我们拿掉一些 回到我们当初的这个图 啊 回到起始图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呢 就知道呢 双方的呢 得失啊 这个或许 大家有时候水平没那么高啊 那头脑里呢 不能出现那么多的这个 图形 那么我们就 拿掉 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这个就是 这是我们的起始图 啊 这是我们的起始图 和刚才的原始图 和刚才的实战图啊 这个是开始的 白棋 对黑棋 开始发动冲击 这个当初 白棋脚上有十二三木棋啊 你搬我就退 啊 那么 这个 白棋十二三木棋没了 黑棋呢 就是说呢 呃 气掉以后也得了十二三木 是吧 二十五木棋 然后白棋把这个吃掉了 啊 这里也变厚了 木树也二十 加这里二十五木棋 木树是一样的 白棋变厚了 但是呢 呃 花了一手棋 总体来说呢 这个应该是白棋呢 吃亏了啊 呃 白棋在局部对杀中啊 走出了小弃子的妙手啊 啊 这个拐三个 弃三子的这个妙手 但是呢 在整个大的战役中呢 黑棋啊 就是说呢 把这块棋弃掉啊 啊 然后呢 非常 这个 获得了这个先手 抢战到最后的要点呢 应该来说呢 还是黑棋呢 便宜了 黑棋也由此呢 获得了这个优势啊 嗯 不管怎么说啊 这局棋来说呢 在这个局部的战斗 两位中韩年轻的顶尖高手 给我们展示了精准的这个计算能力 和这个 这个 就是说 掌握这个棋的这个时机啊 等等这个 下的非常的这个精妙 这个力量呢 是非常的这个强大 只可惜呢 十月呢 就是说呢 在全局上呢 略失一筹 这个黑棋通过这个棋子呢 获得了这个 这个全局的优势 也最终呢 获得了这盘棋的这个胜利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